巴黎奥运中国跳水队夺冠前景分析 1.女子十米台双人 如果说巴黎奥运最没有悬念的项目 那女子跳水十米台一定榜上有名 巴黎周期拳红缠陈玉希组合 已经是现实锦赛三连冠 且领先对手至少40分 他们还是2022年世界杯该项目冠军 陈玉希在东基奥运搭档张佳琪 已经拿过女子十米台双人冠军 拳红缠则更需要这梅金牌拿下双人大满冠 预计巴黎奥运夺冠概率为99% 2.女子三米版双人 和女子十米台双人类似 女子三米版双人的陈奥文·昌雅妮 也已经实现市井赛三连冠 昌雅妮更是在2017年布达佩斯市井赛 搭档师廷茂拿过一次双人冠军 陈奥文·昌雅妮也在世界杯拿过两连冠 巴黎奥运整梅金牌悬念也不大 预计夺冠概率为98% 3.男子三米版双人 2022年布达佩斯市井赛 王宗元·曹元显胜对手夺冠 此后搭档换成了龙道一 在2023年福冈市井赛和2024年多哈市井赛 都大幅度领先对手夺冠 按照目前的状态 这对组合很可能会跳到440分以上 拿下这枚金牌悬念也不大 预计夺冠概率为95% 4.男子十米台双人 巴黎奥运周期男子十米台的参赛选手 一直都是杨浩练俊杰组合 并是现市井赛三连冠 以及2022年世界杯冠军 且夺冠得分都在470分以上 而其他选手还没有超过450分的 但这个项目领先优势不大 尤其到了奥运会 其他国家一定会拼命发展难度 稍有闪失就有可能丢掉金牌 预计夺冠概率为85% 5.男子三米板单人 巴黎奥运中国对该项目排出 东京奥运冠亚军谢思义和王宗元参赛 不同的是巴黎周期王宗元的实力更强 已经实现市井赛三连冠 还是2022年世界杯冠军 王宗元得分基本能控制在530分以上 只要不失误 其他选手很难追赶 巴黎奥运计王宗元夺冠概率为70% 谢思义为25% 6.女子三米板单人 陈奥运和昌雅妮是该项目当仁不让的人选 东京奥运会后 他们的竞争已进入白热化 陈奥运拿下2021年世界杯 2022年和2023年市井赛冠军 昌雅妮夺得2022年世界杯和2024年市井赛冠军 两人的分差很少超过20分的 巴黎奥运双方一定会有一番龙争虎斗 预测陈奥运夺冠概率为55% 昌雅妮夺冠概率为45% 7.女子十米台单人 和女子三米板类4 女子十米台单人的全红禅和陈奥运的竞争 也已进入白热化 全红禅是东京奥运会和2024年多哈市井赛冠军 而陈奥运则在2019 2022和2023年市井赛是限三连冠 还是2022年世界杯冠军 陈奥运发挥比较稳定 但全红禅的上限更高 如果能顺利完成207C 全红禅更有希望夺冠 预计全红禅夺冠概率为51% 陈奥运夺冠概率为49% 8.男子十米台单人 男子十米台应该是悬念最大的项目 中国队派出四朝圆老曹元 搭档小将杨浩参赛 他们在整个巴黎周期井拿过一次冠军 2024年多哈市井赛杨浩以564.05分夺冠 曹元以553.2分区区亚军 这个项目竞争对手非常多 且各国都在发展难度 稍微有点失误 就可能会丢掉这枚金牌 预计曹元和杨浩的夺冠概率 皆为40% 你觉得巴黎奥运中国跳水队 能拿到几枚金牌呢